二八廉价的第一天 苏花改间清晨五点开始涌现南下车潮 六点就出现了回堵情形 早上八点多车潮一度从苏花改东澳端回堵到军人公墓前长达十公里 光是从苏澳市区排车队要进入苏花改就要花三十分钟 而南澳地区的车潮也从苏花改南澳段北端的大南澳路桥 回堵到台九丁县的一百二十一公里处 所以苏澳景分区加派警力跟溢交沿途做交通疏导 苏澳市区的部分目前大概在五点多的时候车里就开始升多 那大概在六点的时候已经有出现回堵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赶快派所有的同仁到各重要路口来疏导交通 那目前车流回堵的状况大概是在那个军的公墓前面 那大概行车要三十分钟才能到那个苏澳端的路口 那所以请用路人要耐心等候 那我们预计大概是差不多十点左右 大概车流就会渐渐的舒缓 公路总局四驱工程处表示苏花改从凌晨的五点到早上十点 南下往花莲方向累积车流量为6827辆 最高峰的车流量是早上七点 一小时多达1046辆车 警方表示苏花改苏澳到冬澳段的苏澳以及冬月隧道 限速40公里 而冬澳隧道是限速60公里 希望在速线容许范围内当中来提速 并且呼吁驾驶人利用国道五号苏澳服务区 或是临近的景点停车休息 透过广播随时掌握及时路况 避开尖峰时段 以免塞在车阵当中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播导